本次起诉中共的原告之一 维权人士介立健表示 中共肺炎蔓延全球 造成无可计量的损失 对此 始作俑者中共应被追责 并向受害者提供赔偿 全球危疫 让全球的人类健康和生命 遭受重大危机 困难之时 我们觉得有义务 也应该有责任 与全世界站出来 对中共这个无耻暴行进行反抗 进行追责 介立健表示 早在3月12日 他与另外三人就通过佛罗里达州的 博曼法律集团 向中共当局提起法律诉讼 目前 该案已经被当地法院受理 作为中国病毒的最主要各个机关 都进行相应的追讨 追责 包括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组织 中国科学院 中国解放军生化武器研究所 这个所长陈威 介立健指出 中共不但隐瞒疫情 销毁病毒来源证据 而且疯狂打压揭露真相的人 让病毒扩散至全世界 导致各国民众承受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 为此中共必须给受害者们提供赔偿 被武汉病毒迫害致死的遇难者 一千万美金 我们这些生活 工作 经济 健康 生命 遭受巨大威胁的人士 索赔一百万美金 不怕他不认账 不怕他不赔偿 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钱 他们所有的东西也都是非法掠取中国人民的 维权人士介立健还建议 希望更多的国家和个人站出来 对隐瞒疫情者进行公诉 将共产党送上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新唐人记者杨阳洛杉矶采访报导